警方近月在港島東打擊維麗泊車 發出近3,000張全票拖走了8部車 針對阻礙大型車輛行駛 影響道路暢通和安全的維泊行為 警方今天在港島東進行 今個月第四次的打擊行動 說打擊行動開始之後 維泊車輛的數字輕微下降 在柴灣哥連神角度一帶 將會有下一輪打擊行動 港島東區會在4月份 使用定額罰款電子傳票